此季大学儿童发展及家庭教育学系第十几届压比儿童聚团 三月份要展开一年一度巡回公演 这一次除了在学校有两场演出 还要巡回到县内有三所偏乡国小 更首度要跨出花莲前往宜兰育才国小来演出 希望可以透过生动活泼有趣方式 让小朋友们融入在时下最夯的手机成影 三星保姆议题当中 进而反思回归到最单纯的生活 此季大学儿家系第十七届压比儿童剧团 今年已消失的凡达私地为主题 在三月份展开一年一度的巡回公演 希望可以透过生动活泼有趣方式 让小朋友们融入在前景当中 那压比儿童剧团呢 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重新制作一部属于我们的剧 然后从编剧的专写还有道具服装 还有布局的制作啊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 自己学缝绵 自己去学 就是自己去学一切的东西 然后来制作的 今年我们的主题呢叫做 消失的凡达私地归途制度 那我们主要的内容大概大约是在讲说 就是因为现代科技网络的发达 其实引发很多社会议题 像是有一些人际疏离啊 或是3C网络成影 甚至还引发一些手机保姆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藉由这一书的儿童剧 可以让来观赏的孩童啊 还有家长们可以重新去思考 就是网络世界的虚拟 然后进而可以就是 让孩童们跟家长们 能够回归到一般的生活 然后增加实质的互动 而不是就是网络上这样子虚拟的互动 亚比儿童剧团 这次除了在池基大学两场演出 还有巡回到县内三所边乡国小之外 更首度跨出花莲 要前往宜兰玉才国小演出 有兴趣的民众3月5号起可以前往定点来锁票 带着小朋友融入在时下最夯的手机成影 3C保姆议题当中 进而反思回归到最单纯的生活 继续烈情华联士报道 3C保姆议题当中